八個字形容這個黃姓藝人 十惡不赦 人神共憤 你到監獄裡面去好好反省 那麼多被害的人 尤其是對兒童青少年 我坦白講這叫罪無可患 男子和大丈夫 幫你自己保持最後一點尊嚴 你就接受法律的嚴厲制裁吧 這已經是社會給你最後一個機會 衛福部他之前拿著 這個黃石膠所做的時候 就已經被質疑說藝人對象不太合適 他們說很兩難 結果要爆出這麼多的案子 就要停血合作 他所謂的跟黃姓藝人解除代言合約 他說很兩難 我們社會的憤怒 要你這位師長滾蛋 一點都不難 他搞清楚 他保護師是在保護誰啦 你應該保護被害者 不是嗎 講什麼屁話 所以我剛剛跟衛福部講 他就今天交出辭成就對啦 就是有這種官僚可惡到極點 你昨天在臉書上有罵這個黃紫膠 是不是覺得還滿神氣的 對 因為我覺得 我如果八個字形容這個黃姓藝人 十惡不赦 人神共憤 所以我認為他代表的很可能 只是這種性犯罪產業 以及各式各樣的性犯罪 裡面的一環而已 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所以我今天早上就召集了警政署 法務部以及衛福部 在我們研究室做一些商量 最主要我們商量的方向 就是我要求警政署 應該立刻積極去查辦 還有沒有這樣子的漏網之魚 我相信有很多 尤其這種暗網上面 我們所瞭解到的 還有很多在販賣這些 以殘害兒童青少年的性影像 那要求請政署應該積極查辦 第二點 我也要求法務部 檢察師跟衛福部要負起責任 要針對這個兒少性剝削防治法 我們應該來加重刑度 那在國外 許多像歐美國家 他們對於如果被害者 只要是兒童或青少年 坦白講 他們國家是五個字 千刀萬禮追 絕對不重放這些加害者 那我認為法務部應該立刻積極 針對這個兒少被性剝削 我們如何防治 這個防治法我認為應該提出 他們官方的版本 就是來加重其刑 像我認為被害人 只要是兒童青少年 我認為這樣的罪責應該加重二分之一 而且不得假釋 這是我提案修法裡面 我特別要加注的 那我在提案修法裡面 我先針對兒少性剝削防治法 我認為第三十九條應該加徵這一筆 就是說如果是以對價關係 取得青少年兒童的性影像者 那應該除以三年以上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並科150萬元罰金 那為什麼三年以上 這樣三年以上就沒辦法還起訴 就一定得被關 被國家來矯正 這我認為是最起碼的 最起碼應該做到的 另外我針對性騷擾防治法 我希望性騷擾的案件 不再是告訴乃論 應該是以公訴來偵辦之 過去性騷擾的案件 往往被害人因為要息事寧人 或者他遇到的加礙他的對象 是工作上他的喪失 所以種種的原因導致很多這樣子的案件 不了了之 或者像司法的偵辦過程當中 會造成被害人種種的難堪跟困擾 所以也是造成這些案件不了了之 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認為適度的來做一些變革修法 我認為是已經到這個時候 應該這麼做了 很多被害者在暗夜中哭泣 那投訴無門 像今天早上我也接獲 又同樣是那幾個壞蛋藝人 他們犯下的罪行 當然這些都只是投訴 我們看了以後覺得實在是 於心何忍啊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最主要 我認為就是說要從根源防自己 也就是說我們應該修法來加重這些性犯罪者 他們的刑度 那你覺得他的太太孟梗梗 你到底他不應該出征他還是他不應該再幫先生說話 我完全不認識他 那這位他太太誰我完全不清楚 不 冤有頭載有主啦 我們當然就是只針對加害人啦 那這個加害人的家屬難免會出來要幫他自己的親人講一些話 那我希望他們適可而止 尤其在爭辦期間 任何這種不實的言論都會騷擾爭 影響司法的調查 我覺得這個不好 這個 大家在檢討這個王子嬌的同時 賣這個未成年光碟影片到底有沒有抓到了 是不是應該要去抓這個人啊 當然 像這一個官網 我剛剛特別跟警政署講 那個官網還在你 我剛剛特別跟他們提醒說叫做創意私房 那剛才警政署我跟他要求 他們現在馬上這個馬不停蹄 他們會大隊的繼續去追查 而且像這種創意私房啦等等 奇奇怪怪這種這種暗網很多 而且他們賣的東西很可能還不止這些 所以這是非常可惡的事情啦 那剛剛警政署有說 他說因為這個主謀者是人在國外 所以他們暫時沒辦法有再更進一步 我認為就是說這可能是一個集團 而且也不止一個集團做這樣子的一個網路販賣而已 所以警政署他們會積極的下去查辦 那我也會就每天都會要他們提出一些 他們到底處理到什麼樣的進度 這些都應該像立法院這邊 也要向檢察師 向法務部做一些報告 那委員早上有結到新的投訴 是關於這個集團還是說黃水椒 又有一些其他的犯罪 好像是這個黃信義人 但是這個我不清楚事實是怎樣 可是我剛就有把這些投訴都交給檢察官跟警政署 我要求他們說應該立刻積極去了解 並且查辦 如果是事實就應該立刻查辦 不能重放這些傢伙啦 黃水椒很需要給他機會 你覺得他這樣講的會太特別了嗎 你說給誰機會 他說要大家再給他一次機會 抱歉啦 你就關起來 你到監獄裡面去好好反省 這已經是社會給你最後一個機會 在監獄裡面反省吧 沒有什麼機會不機會啦 你敢對那麼多被害的人 尤其是對兒童青少年 你來做這些事情 我坦白講這叫罪無可犯啦 男子和大丈夫幫你自己保持最後一點尊嚴 你就接受法律的嚴厲制裁吧 不要再講那些有的沒有的 這些話我們聽不進去啦 委員那這個衛福部他之前跟黃水椒合作的時候 就已經被質疑說這個藝人對象不太合適 他們說很兩難 結果要爆出這麼多的案子之後才要說要停止合作嗎 我今天特別跟衛福部來的 這位官員我特別跟他講 我請他帶話回去給那位司長 他所謂的跟黃信義人解除代言合約 他說很兩難 我要他把這句話帶回去 說我們社會的憤怒 要你這位司長滾蛋 一點都不難 他搞清楚 他保護師是在保護誰啦 你應該保護被害者 你要保護兒童青少年 不是嗎 這是社你保護師的目的啊 你保護師在保護那些加害者 然後運用說這些加害者是 社會的名流是藝人 有宣傳力有廣告力 講什麼屁話 這樣子的官員完全不適任 所以我剛剛跟衛福部講 我說很簡單啦 他就今天交諸辭辰就對了 520畢業照他不用拍了啦 就是有這種官僚可惡到極點 可惡到極點 因為 這件事 第一點 這位黃信義人先前就犯過 不是一次好幾次 一再的被縱放 那被這個還讓他來幫衛福部代言的話 這讓被害者情何以堪啦 誰無父母子女不是這樣嗎 誰無兄弟姐妹 用禽獸的作為還在那邊代言什麼 他在代言什麼 所以我認為每一位官員要搞清楚啦 你分內的工作是什麼 你保護師 顧名思義要你保護兒童跟青少年 保護他們不要被害 結果你竟然站出來在幫加害者講話 莫名其妙嘛 所以這種官員喔 這個 反正他走路就對了 我認為我們整體 我們全體立法委員都不願意看到 這樣子的官員 重要直播隨時掌握 時事新聞不露街 一刀未剪 新聞看得更完整 國際重大事件 Catch時事最新脈動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